内蒙古大草原风光 风吹草地献牛羊 这句源自南北朝的诗歌 是诗人对内蒙的颂赞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这块天似雄奴 龙盖斯雅的美丽土地 依托其智慧的人民和丰富的资源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使台湾民众感受到祖国大陆改革开放 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巨大变化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议会 将于8月22日至8月29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两岸记者擦榜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 简称内蒙古或内蒙自治区首府 魏呼和浩特 内蒙古自治区横跨中国东北 华北 西北三大地区 接邻八个省区 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12.3% 其北部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进嚷 国境线长达4200公里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中国的56个民族中分布 在内蒙的民族就多达49个 分别有汉族 蒙古族 满族 回族 达沃尔 鄂恩赫等 绚烂多彩的民族 为内蒙古 注入了多元的文化和活力 众多民族而外 内蒙古还有着丰富的资源 从土地资源来看 截至2010年 内蒙古共有耕地549万公顷 人均占有耕地0.24公顷 是中国人均耕地的三倍 实际可利用的耕地面积 超过800万公顷 人均耕地面积居中国首位 从畜牧资源来看 内蒙古天然草场 辽阔而宽广 总面积居中国五大草原之首 是中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草原总面积达8666.7万公顷 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达6800万公顷 占中国草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从森林资源来看 内蒙古自治区是国家重要的森林基地之一 全区森林总面积约2080万公顷 占中国森林总面积的11% 居中国第一位 森林覆盖率达17.57% 高于中国13.4%的水平 森林总续积量12.9亿立方米 居中国第四位 从矿产资源来看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区 其稀土储量居世界之首 可利用风能总功率居中国首位 煤塔储量居中国之首 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 依托其自身的丰富资源 内蒙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 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交上了辉煌的答卷 有数据显示 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 GDP总量达到16103.2亿元 人均GDP达到63786元 由此回溯至改革开放之初 1978年内蒙古地区GDP近位58.04亿元 从GDP总量来看 内蒙古40年间增长了277倍 此外 在对外贸易上 内蒙古已是成绩匪人 2018年4月 商务部发布关于认定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名单的通知 公布国家及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认定名单 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0个基地获批 获批数在19个中西部地区中位列第一位 这10个基地分别是 呼和浩特是羊绒制品基地 包头是黑色金属材料基地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稀土新材料基地 鄂尔多斯是羊绒及制品基地 通辽是肉牛基地 巴燕闹尔是番茄基地 巴燕闹尔是紫人产业基地 巴燕闹尔是脱水蔬菜产业基地 赤丰是羊绒制品基地 赤丰是杂粮杂斗基地 据悉 参加此次两岸记者参访活动的两岸记者们将去往呼伦贝尔市 视为黑山头国家一级口岸 满洲里 阿尔山等的 全面深入的了解并感受 内蒙古改革开放 40年 所取得的雷雷硕果 中平社记者有幸成为此次参访活动中的一员 将为读者带来更多 关于内蒙古的实地报道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